了解歷史 了解今天 了解真相 歡迎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是于悅 中共最害怕的大概就是有知識 懂歷史 又敢說實話的人 臺灣總統賴清德就是其中的一位 上一期節目 我們介紹了賴清德 揭露中共一方面出賣中國國土 一方面在亞太地區窮兵毒武 試圖改變國際秩序 但是中共連反駁的膽量都沒有 今天讓我們回顧一下 賴清德有關中華民國和中共政權的經典言論 祖國論 今年10月5日 在臺北舉行的中華民國國慶晚會上 總統賴清德致詞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10月1日剛過完75歲生日 而中華民國即將迎來113歲生日 因此就年紀來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絕對不可能成為中華民國人民的祖國 反倒是中華民國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75歲以上的民眾的祖國 賴清德此說一出現場一片會議的笑聲 在海外媒體嚴引發熱議 日本資深記者石板明夫表示 賴清德經劇連發發言不但直立有聲 而且打蛇磚打七寸 講得中共和習近平難以反駁 中國自古講究長幼有序 哪有小貝爾的天天對長輩吹鬍著瞪眼 要求長輩認祖歸宗的道理呢 有網友表示 這番言論充分展現了賴清德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理解 並且巧妙地捍衛了台灣的立場 讓人印象深刻 今年11月10日 中華民國慶祝國慶的慶典上 總統賴清德強調 中華民國和中共篡政建立的政權互不隸屬 外界認為這是對祖國論的進一步解釋 中華民國已經在台澎金馬落地生根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 民族自由在這塊土地上成長茁壯 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權代表台灣 國家的政黨對內競爭 藉由競爭推動國家進步 對外團結爭取國家利益 無論我們來自哪一個政黨 無論我們主張什麼政治立場 國家利益永遠高於政黨利益 政黨利益永遠不能夠凌駕人民的利益 大紀元專欄作者王友群表示 賴清德的祖國說 再一次讓中共在國界上顯三大仇 第一仇 中華民國仍然存在 從1949年中共建政到2024年的今天 75年來 中共一直認為 中華民國的歷史到了1949年就劃下了句點 從此以後 世界上就再也沒有中華民國了 中共對外一直宣稱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裡的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 實際是指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共領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世界上不存在另一個中國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實際是指 中共領導的政府 也是2300萬台灣人民的合法政府 台灣合法選民一人一票選舉產生的 中華民國政府不具合法性 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實際是指 台灣是中共領導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台灣的中華民國沒有一寸自己的領土 客觀事實是什麼呢 自從1949年退居台灣之後 中華民國一直存在 至今已存在了75年 75年來 中共一天也沒有實際統治過台灣 也沒有得到過台灣人民的合法授權 台灣的中華民國 具足一個合法政權的所有要素 這個國家有政府 有軍隊 有人民 有土地 有稅收 有外交 中共承認也好 不承認也好 台灣的中華民國是當今世界上的一個客觀存在 第二 兩國的源頭不同 中華民國是1912年在南京建立 這是中國的合法政權 與此前的中華幾千文明一脈相承 中華民國建立後 在1927年至1937年出現過 黃金十年 在政治 軍事 經濟 文化等領域 有了長逐發展 取得了許多重大成就 1937年至1945年 經過八年抗戰獲得勝利 期間 國軍將士一吋山殼一吋血 同清華日軍獄血奮戰 並與盟軍密切配合 取得了近代以來中國抗擊 外敵入侵的第一次完全勝利 台灣的中華民國第一任總統蔣介石 是中華民國黃金十年和八年抗戰的主要領導人 八年抗戰中 蔣介石不僅是中國全國抗戰的領導人 而且是盟軍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 不僅對中國的抗戰勝利 而且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 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源頭是什麼呢 是1931年11月在江西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蘇維埃這個詞很明顯不是漢語的詞彙 是來自俄語 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在蘇聯共產黨的操控下建立起來的 它認蘇聯為自己的祖國 2007年6月 新華出版社出版的宗書關心史剛稱 蘇共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 付出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精力 事無巨細 幾乎一包到底 這個所謂共和國成立的時機 是1931年日本入侵中國東北三省 國難當頭之際 目的是在蘇共支持下顛覆中國合法政權 中華民國 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還是一個分裂中國的政權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14條規定 中華蘇維埃政權 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 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 又同中國脫離 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 也就是說 當時中共為了顛覆中國合法政權中華民國 不僅自己帶頭在中華民國境內搞共獨 還煽動中國境內的蒙古人 維族人 藏族人 苗族人 黎族人 高黎人等少數民族 都起來反對中華民國搞蒙獨 搞回獨 藏獨 苗獨 黎獨 高獨等 由此可見 這個中華民國境內的國中之國 是一個危害中華民族主權 領導完整和安全的非法政權 第三 與聯合國的關係 中華民國與聯合國存在五重關係 中華民國是聯合國共同宣言的簽字國 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 是聯合國憲章的簽字國 是聯合國最早的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 中華民國有26年 是聯合國會員國 1945年至1971年 中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什麼時間進入聯合國的呢 沒錯 是1971年 1971年11月25日 聯合國大會通過了 由23個共產黨政權發起的 《關於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 第2758日決議 中華民國隨後宣布退出聯合國 並且表示 聯合國大會的決議違反了聯合國憲章 網友群表示 何謂恢復 就是原來是什麼樣子 現在重新變成原來的樣子 但是1945年聯合國成立的時候 壓根就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既然如此 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權利 從何說起 而且至今為止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字 一直沒有出現在聯合國憲章中 1945年通過的聯合國憲章 第23條關於5個常任理事國的表述 一字未改 白紙黑字寫著中華民國 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麼美國那個時候為什麼會同意讓中共進入聯合國呢 1970年代初 中華民國政府與其邦交國美國的關係積極可危 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表示 為了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 將在1972年訪問北京 美國的態度轉變被認為是蔣介石政府 在聯合國中失去地位的重要原因 尼克松後來因為水門事件險先被彈劾 並且最終辭職 他也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辭職的總統 那麼為什麼阿爾巴尼亞要維護中共進入聯合國呢 那是因為中共不願中國人民死活 在中國餓死幾千萬人的情況下 仍然大力援助他的社會主義小兄弟 大紀元專欄作家王友群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披露 根據當時的中共副總理李鮮念講 1958年到1962年 中共對外援助23.62億元 對象有阿爾巴尼亞 朝鮮 越南 古巴 蒙古 及一些非洲國家 1960年4月 中共無償送給 幾內亞大米1萬噸 送給阿爾巴尼亞小麥1.5萬噸 送給鋼國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 1961年8月援助老撾倒種15噸 1961年1月 宗書關係惡化 中共希望阿爾巴尼亞站在中共一邊反對蘇共 贈於該國5億盧布並用外匯從加拿大 買小麥送給這個國家 同年 阿爾巴尼亞與中共談判代表說 在中國 我們當然看到機警 可是 我們要什麼中共就給什麼 我們只需要開開口 劍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八章寫道 最令人驚訝的是 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 中國糧食的輸出 居然達到歷史最高水平 1959年和1960年 中共出口糧食共計680萬噸 也就是136億斤 按1960年 中共確定的農村口糧 每人每年最高不超過400斤計算 136億斤糧食 相當於3400萬人一年的口糧 用幾句話來作為今天的結語 對於賴清德的祖國論 中共培養出來的外交官的回答 是赤裸裸的威脅 謀獨挑釁是死路一條 中共近來不斷對台灣進行各種挑釁 但是房地產崩盤 經濟陷入停滯 百姓不滿日益增加的年代 中共這種無地挑釁 不知還能維持幾天 感謝您觀看我們的節目 下次再見